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扮高森,扮球均真,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請和愛,幾多愛,幾度痛苦無奈 無窮怨,幾多怨,幾許淒然期待 請和愛,幾多怨,幾度要將人寒 迷惑我,一張歌,要你偷盡意盼 請和愛,幾多恥慌言 請和愛,幾多 diagnose,幾多 years 豈 minha parete Eendez Estou no meu bien Adoro 後來野生界那些草 好 回來 《情愛幾多哀》 其實我今天突然想起這首歌 但這首歌原來是天龍百寶的插曲 我也不知道 其實無常的電視劇 金融的電視劇 所謂的 或者應該這樣說 我其實不是看電視的人 我是不知為何自己會記得的 金融的電視劇 我是基本上全部沒有看過的 有時候立下覺得那個人很像 好像你們說 像郭靖 好像郭靖 我也覺得一般 雍美寧很嬌俏 我更加覺得一般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自己 怎麼說呢 金融我們看得多 那些人先看小說 那些人物揚言指上 你自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 那個形象在那裏 變成了 你總是覺得那個時候 不跟自己心目中想的那個 你就覺得他不像 那些人物揚言指上 那些人特別是 那些人會覺得 就是做得很像 就是中年黃庸 米雪 做 歐陽佩山做 都做得好 但是你說 少女黃庸 其實 那些人是先知為主 米雪 無出其有 沈可勇美寧 朱印 全部都走在一邊 这个当然是我看法 但金融最喜欢周迅 周迅也好 我也没看过 李亚彭那一套 我相信一定会做得不错 李亚彭做郭靖有几次的 有时候要讲张智霖就一定不行了 两眼双目这么精 你怎样做到呢 当然这一节就不是讲金融 有时间讲的 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当Olivey说陈玉年才是J妹 其实陈玉年不知为什么 她又做小龙女又做黄鱼 做绝世的角色 我也不能说她是气质不像 但其实我不觉得陈玉年有多漂亮 我也不觉得 我从来都不觉得陈玉年有多漂亮 我想陈玉年一生最大收获就是 赵了美雄 那时候也很红了 发哥 但未发达就是发哥 没什么特别的了 其实如果说他们都是有动脑筋的 你讲这些可以开始节目来讲的 比如天龙八部 你要这么计算 断誉 我说回这一种 当时的汤振业做断誉 虚竹就是王若驊 或者乔峰 其实梁家仁的气质也相似 但气质不够 但那时候走出去的台形也相似 其实那些选国他们都是有动我心思的 喂 只是刘克宣的星宿 或者你们说星宿老怪 你都活该死了 真是刘营入格都极了 对吧 好了 说什么呢 首先在大陆 连言说我们的国情 在大陆 我叫欣敏雄 就无端端端向外交部 去年8月15日 就申请政府的讯息公开 就问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究竟有没有签署过放弃中国国土 这个唐老乌梁海地区的协议 就问这个 我们一会儿再说 这个什么唐老乌梁海地区 因为我为了看这里 就看中国有些尺寸 譬如不要搞错 不是江泽民不签那些 就是这个唐老乌梁海 我一会儿再说 现在就叫做陶瓦共和国 OK 有没有签过这个协议 就问这么简单而已 结果呢 就 外交部就不能挂他 好了 他就说 外交部就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 和第21条 你申请的信息 是涉密 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OK 那么 这个外交部还说 如果你不能挂 如不复答复 即是你不能挂他 OK 你可申请行政覆核 或者向北京第三级人民法院 提行政诉讼 因文雄就谷林气了 今年3月7日就在北京第三级人民法院 起诉中国外交部 但是法院就不受理 因文雄又更加谷林气了 你这么想招职 就索性 申请到北京的高院 北京昨天就终于有办法了 就是说 中国人无权知道中国土地的版图 那我怎么一点都不能少呢 我怎么知道哪一点是我还是不是我呢 有没有多度或少度呢 你才要这么说 是 我要问 现在大陆读书 小学中学 有没有过中国版图 我相信地图一定有 是啊 现在人家 你高院这个答案是很无赖的 因为现在不是人家问你 现在是中国版图 现在是问你1949年 现在你们究竟共产党 有没有签过去陶瓦共和国 嗯 有没有卖过我们的国土地的 有没有卖过 就问你这个答案 有就行 这个真的卖过了 那究竟这个堂佬 那我立刻 大家知道我多少了 那我立刻上网查 这个唐老乌梁海 其实我们不用说了 如果我们中华人 或者共产党说的 那他真的是我们自古以来拥有的 当然 哪里不是 唐代 就已经有人在那里活动了 叫做播地 就随属这个安北都府管轄的 在唐代就立入了中国版图 OK 南宋当时虽然是西疗政权 但是都是在版图里面叫做廉州 原代虽然是蒙古人的政权 都是属于岭北行省 就是称益兰州 不是兰州拉面 是益兰州 OK 明代呢 他就属于蒙古雅次部 清朝呢 就是叫他做唐老乌梁海 就是刚才我讲的唐老乌梁海 原来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 屌治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土地 是啊 真的不用说 我们长话短说 因为呢 狼子野心的俄罗斯 沙黄他们 就是现在讲的那时候 沙黄在1860多年 就已经不断派人过来 做生意 买买一下 你知道呢 但是呢 到了1918年 1918年 是什么时候呢 是民国了 其实清朝那时候 也有讲提过 任何地方 被人把土地 但是人家是吵架 你老母 那时候的门清政府 可以怎样 是吧 那到1918年 民国之后呢 于是乎中国开始 喂 不论好了 屌你老母 一定要收回去 就兵分两路 就和俄白军激战 结果呢 屌你老母 始终呢 怎么说呢 我想这个地缘也有些关系 要不然我不觉得中国 国民军会打赢 但是打赢了呢 就收回来的 但可惜好景不长 1921年 苏俄军事力量 又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斗争的名义 就进入了去 更加在那里 就宣布独立 因为那时候 已经有很多俄罗斯人在 OK 就变成这个 唐鲁亚 唐鲁亚共和国 就是现在叫做 图亚共和国的前身 OK 那什么时候改成 图亚共和国呢 就是苏联 你老母 就是 他加入苏联的时候就改的 因为之前去到沙皇时代 还在那里 唐鲁亚 唐鲁亚 那这些东西 我全部不怪你中共 为什麽呢 1918年 是民国政府 是啊 喂 喂 我吊你老母 接着呢 去到你 共产党 在中国 活动 甚至乎 蝕国的时候 那共产党 你当然不会追 喂 那个是老大哥 土地 女人也拿去 是啊 但是你一看 吊你老母 原来去到1992年 苏联解体之后 OK 这个 涂雅 蘇维埃社会主义 自治共和国 本身是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 因为苏联解体呢 它是通过主权宣言 就自己成为主权国家 即是叫做荼毒 OK 那就变成这个 涂雅共和国 不过后来 加盟到俄罗斯 做他的共和 就是做他的共和国 就是后来的事 在1992年 苏联解体 这个时候 你想想 你共产党做什么 就是 就是 收回来 属于我们 在那个时候 你真是不挥一兵一擦 你就可以搞得定 嗯 你为什么不收 那里呢 他呢 这个叫欣敏海 就说那里有16万平方公里 其实如果以前明朝 他们之前的版图 那里有20多万平方公里 不过有些呢 就是再靠北那边 跟俄罗斯那边 已经被人完完全全摇了 就说16万平方公里 是什么概念呢 香港是1100平方公里 嗯 马来西亚大到这样 是32万平方公里 就是有半个马来西亚 嗯 半个马来西亚 的土地这么想大 其实不重要的 在现实政治 你认为无论也好 什么都不重要的 就是 我们被人的事少吗 嗯 你就不要经常开口 迈口 说什么土地 你早先留的土地半年不能让 不止共产党的 你一跟你五何八一 说到这些 你老是也是的 上了头 嗯 你老是什么不能让 我现在问你 有什么不能让 不是吧 你老是 现在人家国人去问 大家说这个国家 不要说我们经常吵他 你北京公园可以扳下 国人无权得知中国国土反土 嗯 有没有搞错 你这个世界真是吵你 你可以多荒谬 如果你把这些材料 你扔给川普 你老是老实说 今天我本来想说一下 其实苹果做了一个访问 就访问在美国的华人 嗯 哎呀 none of my business 谁做的那样 是我说的 是 你有票都不投 回大陆吧 年轻的那些就全部阻交 嗯 一讲英文那些全部阻交 那你怎么办 明天就继续了